而今天在北部也感受到了台风的威力 这个画面是台北市 有一辆货车突然失控 冲撞路边15辆的汽机车 其中有一辆轿车最惨 包括车头包括车尾都严重的毁损 车主也很无奈 说前一天才刚保养完 还没开就被撞了 那肇事驾驶工程是因为下雨才会打滑 下雨天货车一路飘移滑行 往路边轿车直冲过来 过程完全没刹车 当场从车尾猛力撞上 从高处角度看更清楚 货车直直往右偏 先撞了金色轿车之后还停不下来 再往前推撞黑色轿车 导致车辆警报气大响 金色轿车最严重不止车头毁损 引擎盖变形掀起 车尾更直接凹进去几乎快不见 看到爱车变成这样 车主好无奈 因为他才刚花一万多元保养 就很像爆炸的声音 昨天叫车的还没开了 他这是帮我修好停在这边还没开就这样子 修车行前停了转排机车都被波及东倒西歪 车壳碎片也散落一壁 但由于今天是台风假 所以修车行也没开 车主也没有办法马上修理 总共三辆轿车 11辆机车和一辆红牌重机都遭殃 重机车主也冒雨赶来 看到爱车已经倒在地上 赶紧小心翼翼扶起来 直见车身都还套着防尘车罩 看得出来车主真的很爱惜 那么多钱买的 又有在照顾 说被弄这样子 这样会不舍得 3号上午9点多 一名货车驾驶正要去送水果 行经环河北路二段时突然失控 冲撞路边15辆汽急车 肇事驾驶工程是因为下雨才会打滑 从高速公路这边下来 可能如果车速过快的话 其实就是一年可能一两次沿路相撞 对 所以停这里的 其实住户都还蛮担忧的 是否车速过快才会打滑失控 警方还要再厘清 不过最惨的还是这15名车主 台风天待在家 却得无奈面临车损 东三新闻林泉 蔡雨山在台北采访报导